大家好 我是王建文 好來 那個大盤昨天我已經跟大家稍微分析過了 我說如果說要這樣子硬把他給拉上去的話 不是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的 那當然有所謂的一個新的一個操盤手 國安基金新的操盤手 要把他硬把他拉上去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要只拉一天 那後面的成交量要跟上來 也就是說市場自發性的量要跟上來 那如果沒有跟上來的話很容易怎麼樣 很容易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指數就是直接下來了 那我想以目前看來是價漲量增 價跌量說還是在短多的架構 短多的架構 但是還沒有去扭轉中空 還沒有去扭轉中空 所以操作上你還是要小心 那當然我有提到國際股市是不穩定 那當然現在全市場很多的一個實戶 很多的業內很多的投資公司 包含像王劍文也在適應這個新的操盤手的一個做法 我們去看他到底怎麼做 不過我認為這個新的操盤手 我想應該也是高手 他不可能國際股市不好 硬去拉台股 那這樣子來講對他 如果真的台股真的穩不住殺下來 對他也不好 對他也不好 那畢竟國安基金也是我們繳的稅 所以我想他會有他的想法 全市場都在適應 不過我要是提醒各位 像我們今天就做得很漂亮 我有推出一個期貨跟現貨 期貨跟股票的一個雙箭頭的短天期活動 期貨跟所謂股票的雙箭頭的一個什麼 短天期活動 那你也可以來跟我們參與 那當然那個訊息 你也可以跟我們的理專去對 我想今天我們是操作得不錯了 那還有就是說 趨勢就是趨勢 不要去違抗趨勢 那不然的話你會操作上很辛苦 還有我近期跟各位介紹一個產業 一個產業 其實不是說我是死多頭 我不是死多頭 我也不是死空頭 我是告訴各位說 如果你先做好準備 當台灣股票市場要開始 另外一波的多頭的走勢的時候 那你當然什麼 你當然比別人更知道怎麼做 但是如果是空方式呢 如果像當初8600 8700 我提醒各位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用小英總統謙卑再謙卑 把他改成小心小心再小心來提醒各位 那我還是提醒各位 這裡你還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那當然產業跟各位介紹完之後 只是要告訴各位 接下來你要知道怎麼做 那今天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Type-C 跟USB 3.1 Type-C跟USB 3.1 那為什麼要跟各位介紹這個 其實Type-C跟USB 3.1 也已經什麼 這個題材已經講了一兩年了 那從所謂的一個相關的一個主機 包含像所謂筆記型電腦或PC裡面 DESTA裡面都有在用 那當然這個規格慢慢的一個出來之後 現在傳一個訊息出來 這個訊息很重要 這個訊息為什麼這樣 我常講說機會就在生活裡面 機會在生活裡面要把它掌握下來很重要 iPhone 7或iPhone 8 i7或i8傳出了 我們手機 我忘記帶手機進來 手機不是有那個耳機孔嗎 耳機孔 現在要把那個耳機孔取消掉 取消掉 直接用USB 3.1 用Type-C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耳機孔只能傳輸類比 傳輸類比 那現在大家對所謂的一個影音的需求 或媒體播放的需求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所以 iPhone 7或i7或i8 他們有一個想法 就說 那我要把那個所謂的耳機孔給取消掉 直接用USB 3.1 用Type-C 那這樣你要注意 我想USB跟Type-C 其實很多都是綁在一起 那它有什麼樣的優點 我就告訴各位 那如果 蘋果這樣用 NZOE陣營會不會用 蘋果這樣用之後 NZOE陣營 飛瓶陣營也會這樣用 所以我想這個市場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不是只有NB 不是只有所謂的Desktop 還有所謂手機穿戴式裝置 智慧裝置都會這樣用 那Type-C跟USB 3.1 其實它有所謂的一個 幾大的一個優點 其中一個就是說 其實它正反兩面都可以插 不用怕插錯 第二個優點是什麼 它的傳輸速度比以前更快 更快 第三個優點就是說 它能夠什麼 它能夠讓它的那個 所謂的相關的那個電流的容量 大概能夠到100瓦 這樣的話就支援快充 所以很多人現在在用 USB的一個接頭 其實就在快充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優點 另外一個優點 我剛才跟各位講過了 那個優點就是說 其實傳統的那個耳機 只能用類比的一個訊號 那為了要支援多媒體數位 那其實用USB 3.1是可以的 是可以支援 所以現在大家要考慮這個 第五個就是 其實不管是蘋果也好 非平鎮也好 其實如果一起採用的話 那市場更大 那台灣的社會的概念股有哪些 我先跟各位交代一下 分析一下 那包含像鴻海 包含像華碩 包含像維新 包含像智源 包含像翔碩 翔碩就是華碩的子公司 包含像創委 包含像育創 包含像嘉哲 包含像宣德 那宣德就是利訊 然後包含像什麼 包含像F茂連 那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跟各位講說 那這些所謂的一個什麼 所謂的Type-C USB 3.1 如果在 引動的過程 在動的過程當中 那有哪些指標股你要注意 那這些指標股在動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你也可以從 這些個股裡面 去選擇你的菜 你的菜去做操作 我想下個階段回來 我會跟各位介紹其他指標股 當然更重要 其實我這樣形容 我那個短天期的股票 跟指數的一個 所謂的活動 活動 其實就是要告訴各位 牛有兩隻腳 你如果只有一隻腳 你很難 你有看過 如果兩隻牛在打架的時候 你只有一隻腳 你只能攻擊一方 一面而已 那如果你有兩隻腳 你期貨跟股票 同時去做操作的話 不是只有做多 有時候做空 那你要靈活 我想你的機會更大 所以這個短天期的活動 大家可以來一起 大家加油 那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輪源投顧認真負責專業 結成為您服務 服務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回來做很長 我想 牛有兩隻腳 所以你在股票市場 起貨市場 你要有兩個工具 你要同時去運用 那大家習慣做多 我很清楚 大家就是愛做多 那不管做多做空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你多投資 那你當然不要去做空 空投資 你也不要去硬去做多 這樣對你來講會比較辛苦 所以這個短天期的一個活動 其實就是告訴各位 特別是有些觀眾朋友 你比較不會做指數 那我們就一起來努力 一起努力 那當然 我跟各位 介紹這些產業的過程 包含像機器人 包含像數位匯流 那包含像今天跟各位講 USB 3.1跟Type-C 那之前也跟各位講 航太 還有所謂的長照 其實我的個股真的是比較強 這也是事實 可是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要做好準備 就好像獵豹一樣 獵豹絕對是看著獵物 去鎖定獵物 然後把獵物給吃下來 絕對不是什麼 絕對不是 這邊看到一頭羚羊 那邊看到一個什麼 他在亂跑 絕對吃不到東西 他是用鎖定 所以我們也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跟各位講說 你先把你的產業了解 越透徹越好 當這些要動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做 這是相關的USB 3.1跟Type-C的概念 第一檔股票當然是看翔碩 因為鴻海其實70塊那邊 我都跟各位講過 70塊就是中線的一個規劃點 那當然這波從72塊半 最低已經拉到77塊 其實短線上也急漲一段 那翔碩這檔股票 其實也是之前法人的最愛 那當然這檔股票是急跌一段 急跌一段之後 如果你從均線的角度來看 60均線它是空方結構 空方結構 那有沒有辦法去扭轉 所謂空方結構 當然要觀察 不過短天期均線糾結了 短均糾結 在這邊已經做橫向擴底 短均糾結做橫向擴底 其實你就注意了 因為有些法人買盤回來 那現在在等什麼 其實你看也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有量嘛 這邊量還不穩定 所以它是個橫向擴底 那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我覺得啦 我覺得你可以用短打的心態 短打的心態 因為短天期均線其實慢慢糾結 法人的買盤回來橫向擴底 但是它要馬上攻 又上面有個長天期均線 站在那邊壓著 所以你先用短打 那一旦什麼 一旦量 因為這邊量還沒有出來 一旦量擴增出來 把整個底打出來之後 我想這檔股票很活潑 我特別提醒各位 這檔股票很活潑 這檔股票也是同性的最愛之一 這檔股票動起來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你在操作的那個點位 你自己要拿捏 買點跟賣點 本來就是一門學問 8600 8700 如果你有賣的話 8000點就可以減便宜 那這是創回 創回是比較活潑的股票 那活潑的股票其實很多人套在這邊 這個我很清楚 因為其實當初我在前一間公司的時候 很多人套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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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裡也套住了 那當然急跌一段之後 也是這樣空方結構 那目前在做一個多方抵抗 那多方抵抗配合所謂MACD 其實低檔黃金交叉上來 但是你可以發覺很清楚 因為他的量還不是很穩定 你去看他的一個成交量在近期是什麼 有多方抵抗要稍微把它撐住 不要再破低 但是問題來了 拉上去沒有量 所以這檔股票是實戶最愛之一 應該更正 有些十五很愛操作這檔股票 那我覺得這檔股票 如果你要操作也是短線因應 那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這些類股都會輪動到 輪動到 來 那支援這檔股票就要看中線 為什麼 因為這檔股票 我們這樣看過來就是到前低 到前低附近 到前低附近做一個盤底 盤底 那當然他的一個急跌是因為第一季的一個激爆 不如預期 不如預期之後怎麼樣 把人的條件賣壓直接把他打下來 可是也瀕臨前低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操作這檔股票 當然他的一個中線的頭在上面 那下面有短線的底 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那可以怎樣 可以做一個中線的規劃 然後分批操作 分批操作 那最好 如果有再去破這個低點 那剛剛更好 但是要分批操作 中線的規劃分批操作 這是支援 來這是茂連 茂連當然在所謂汽車電子這一塊 汽車電子這一塊 那包含像TESLA的一個供應鏈 那當然你可以發覺說這檔股票是急跌之後 急跌之後慢慢的墊高 慢慢的墊高 欸法人的籌碼先前沒有鬆動 沒有鬆動 那近期又稍微買 應該說有稍微賣一點 但是沒有大幅鬆動 那近期又把它買上來 但是買上來成交量沒有跟上 沒有跟上 所以其實F茂連也好 核大也好啦 其實都是用短線 短打來看 那我覺得啦 因為以目前看來 這樣急跌短線有機會反彈 但是如果 我要提醒各位 如果大盤不穩 這種股票今年已經先漲 後面可能怎麼樣 可能他會有法人的條件賣壓 短打來看 那最後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宣德 宣德這檔股票 也是某國內某某些食物的最愛 那這檔股票當然也跟一些媒體報社 報社的一些所謂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好我就講到這裡 因為我想這些食物 還蠻喜歡操作這檔股票 那當然操作這檔股票的時候 他的股性就比較活潑 那你可以發覺說成交量說 成交量說 那當然最好是破前提 破前提你去減 破前提你去減 會比較有機會了 畢竟來說 其實他的獲利還不是很穩定 那目前看來 其實在這橫盤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法人下去買 那有沒有鬆動 目前看來沒有鬆動 再加上MACD是低檔交叉 低檔交叉 那我覺得說 你如果要去搶這種股票 倒是不用 那如果說 你認為說 你可以用手足代兔的一個手法 那你就等壓回來到大概在這個位置 去做一個手足代兔 那有一些實戶 那這些實戶的背景 可能跟一些所謂的媒體 或者是報章雜誌有關 蠻喜歡做的這檔股票 但是這檔股票 籌碼比較亂一點 也沒有那麼好做 所以這檔股票如果再動 那就更明確了 那個Type-C USB 3.1 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題材 也就跟各位講 你可以把握 那自然股票動起來其實也很快 那這是5457的宣得 那我想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產業了解越透 當行情引動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該怎麼做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現在大盤級度的不穩定 所以你要股票指數 要同時去做規劃 短天期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就大家一起來加油 那當然不是只有做多 我要提醒各位不是只有做多 那當然我不是死多頭是空頭 我只是告訴各位 現階段大盤很不穩 大盤不穩定的過程當中 你要用對方法 今天就跟各位在這邊 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問一下